一个埋藏千年的地宫有着怎样的玄机 佛祖真身舍利是否真的存在 能否一睹舍利的真言 穿越时间的阻隔 看你充满悬疑的法门地宫 系列节目大发现之法门地宫的秘密 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 说到佛舍利我们心中就有无数的疑问 究竟什么是佛舍利 佛舍利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 电影小说中那些为争夺或保护佛舍利不惜生命的人 给佛舍利蒙上了更为神秘的面纱 让人感觉到佛舍利并非一般宝物 佛舍利作为佛门圣物镇寺之宝 在陕西西安的法门寺地宫出现 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深入 法门寺地宫寻找佛舍利 探索地宫的秘密 1981年秋季里的一天 暴风雨侵袭了中国陕西的关中平原 一座佛塔在暴雨中轰然倒塌半边 塔内所藏的佛经佛像纷纷跌落地面 僧人们被这屠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 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 这座佛塔的倒塌 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埋藏千年的秘密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西安 曾是中国历史上11个王朝的国度 如今在他的郊区布满了这些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遗址和帝王陵墓 包括文明渔室的秦始皇兵马俑 法门寺也是其中的古迹之一 他在西安西边110公里的浮丰县内 关于这座佛教寺院的最早记录 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代 但民间传说中的法门寺 却源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佛教诞生在古印度 创始人释迦牟尼曾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 29岁时舍弃奢华的生活出家修行 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创立了佛教 被尊为佛祖 公元前486年 80岁的释迦牟尼在北部印度一个树林中去世 弟子们哭泣着将他的尸体焚化 焚化后的尸骨结晶体和胃烧尽的遗骨被称作舍利 由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作为圣物收藏起来 释迦牟尼死后250多年 古印度一位伟大的国王阿裕王 统一了部族纷争的印度 这位晚年皈依佛门的国王 为了传播佛教 将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来 重新焚成若干粉 送往世界各地 践踏攻凤 据说 这些舍利的一部分传到了中国 中国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 而法门斯塔就是其中的一个 法门斯塔的倒塌 让当地的僧俗民众倍感哀伤 因为在他们中间 世代流传着法门斯塔下 埋着佛祖真身舍利的传说 1987年春天 人们开始对法门斯塔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很快清理出明代的塔基 并在明代塔基中 又发现了唐代的塔基 在进一步对唐代塔基进行探学时 人们似乎有些紧张 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的地宫 与佛职舍利真的存在吗 如果存在 是不是还保存完好 有没有遭到盗贼的侵犯呢 韩金科当时任佛峰县文化局长 是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之一 他最先发现了佛塔下的秘密 87年2月27号 我们对这个塔基进行发掘 打了一个十字太方 到4月2日 洛阳才打到石板上了 饶头薄了一核碗 露出了一米建方的一个大理石盖 西北礁我们有碎石啊 三块碎石 人们把碎石抛开 一个地洞显露出来 这个时候没有塔无遮无盖 就是时间多啊 太阳直射下去以后啊 几下是云雾缭绕 看起来很神秘很壮观 在云雾缭绕的几下 就是金碧辉煌的经营器 尽管当时还不清楚地洞下面是什么 但人们知道 一个北大的考古发现即将诞生了 考古人员迅速掩埋好东口 然后按科学的程序 在塔基的正南面 找到了进入地洞的通道 在挖掘出19级青石台阶后 一道石门显露出来 石门上刻着神秘的符号 这些符号并不是古印度的凡文 甚至不是任何一种人类了解的文字 直到今天 人们也没能破解他们的含义 也许它是抵御入侵者的 有神力的咒语 考古人员并没有因为咒语停止探寻 他们巧妙地打开了石门上 一把秀式的铁锁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知道 这一把锁已经锁了1113年 第一道石门后面是长长的涌道 涌道的地面 铺了一层浩浩的钱币 总数大约有2万枚 其中13枚用戴帽制成的纪念笔 是中国钱币考古的首次发现 涌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 石门前立着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 这块碑上的文字 记载着从阿裕王分宋设立于法门寺供奉 到中国历朝 特别是唐朝皇帝 供养佛制设立的盛况 而这块碑上详细记录着 为供奉佛制设立捐献物品的名称 数量 以及奉献者的性命 两块石碑告诉人们 那个神秘的佛制设立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 然而 他们是在这座地宫中吗 石碑后面的这道石门很难开启 因为里面的建筑已经变形 破败不堪的洞内 隐藏着奢华精致的皇家物品 他们究竟是属于谁呢 相传属于佛祖施迦牟尼的手杖 却为何出现在这里 系列节目 大发现之法门地宫的秘密 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剧场上基地ulo 偶远造成天顶和地面损毁 但考古人员发现 洞内放置的物品却安然如初 一千多年前的一件工艺品 仍然色彩夺目 由经验的学者马上辨认出来 这是一座阿玉王塔 它用整块汉白玉雕成 塔的四面雕刻着身姿婀娜的菩萨像 珠红色的裙裤和粉绿色的皮带 就像刚刚画旧的一般 在阿玉王塔四周的地面上 堆积着无数的丝织品 虽然经过千年岁月的侵蚀 丝织品都已成为褐红色 但从隐约可见的图案 和缜密的经纬纹路中 仍能看到中国古代丝绸的 华贵与精美 而在一个白藤箱中发现的 已经沾成一堆的丝绸服装 更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 堂的皇家丝绸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发现了 那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就有七百八十层 揭开就是四百米 它一共有几百件衣服 里面有这个慧安皇太后的 甚至于包括吴三天的裙子 考古人员对照门外的石碑 发现这些物品在碑上都有记载 这使他们能够确认 这些丝织品属于唐代皇室 其中 午后绣群就是指当时 还是皇后的吴泽天 后来她成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而这妖绣群 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唯一一件吴泽天的遗物 遗憾的是 大部分丝织品 已经碳化和部分碳化 在陕西省考古所丝绸保护实验室 来自德国的丝绸保护专家 安德利卡女士 一直在努力恢复这些 以前多年前的丝织品 把碳化成块状的丝绸 一层层的接展开 需要耐心和细致 也许一年时间 只能揭开一至两层 但安德利卡女士 始终对这项工作 怀有极大的兴趣 在碳化的丝织品中 人们惊讶地发现 有五件促金绣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是什么让它们阻挡了千年岁月的侵蚀呢 在线维镜下我们发现 这些金线其实是用黄金拉成的 它们平均只有0.1毫米 最细的地方 仅有0.06毫米 比头发丝还要细 就是现代的高科技手段 也很难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 正是这些镶嵌在织物中的金线 阻挡了时光的侵蚀 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 还能一睹唐代丝绸的阵容 这件V型促金绣衣 有着短短的袖子 下摆的长度刚刚到达胸部 很像现代时尚女性的服装 其实这是典型的唐代侍女短袖上衣 在保留下来的唐代绘画中 我们看到了那时的美女 她们有着圆润的脸庞 俏丽的眼睛 高耸的发迹 她们骄傲地展露着 丰满的胸部和白皙的皮肤 而所有这一切 都被她们身上那 飘逸滑眉的丝绸衣裙 影衬战 为防止地宫突然坍塌 造成本物损失 考古人员决定 把最初发现的 那个地洞中的宝物 先取出来 地洞位于法门寺地宫的后部 从已发掘的地宫涌到 前室看 地洞的位置 应是地宫的后室 当考古人员揭开那块 已经破碎的大理石盖板 直接从顶部进入室发现 这间石室中摆满了珍宝 其中金银器具有121件 各种珠宝玉石400多件 古代文献中 曾记载地宫宝物 穷天下之庄严 及人间之幻力 显然 这种描写并不夸张 西藏相传是佛祖 释迦牟尼出行时 驱赶毒蛇害虫用的 后来 演变成国教权威的象征 这根长1.96米的双环 十二轮流金银西藏 被称为世界西藏之王 从帐上明刻的文字看 这是一位姓安的工匠造的 一共用去了黄金62辆 白银58辆 帐首两个金轮上 套着十二枚雕花的金环 金环围绕着两重 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 顶端是一颗 象征智慧的宝珠 如此巨大而精美的西藏 在全世界的佛教法器中 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这里 它属于谁的呢 也许答案就在这道石门后面 这是地宫中的第三道石门 门上彩绘浮雕 是身着铠甲的金刚力士 在佛的世界中 他们是护法的勇士 在这里 他们守护着什么呢 这些看似普通的瓷器 为何只有皇上才可以享用 不懂玻璃制造的年代 却出现精美的玻璃制品 他们来自何处 寻找佛舍利的过程 一波三折 真假难辨 系列节目 大发现之法门地宫的秘密 经典人文地理 正在播出 第三道石门后 是地宫的中士 一顶硕大的汉白玉灵杖 几乎把中士占满了 灵杖顶端 照着三件用纯金螺纹线 和丝线交织而成的袈裟 旁边还放着一双金丝绣鞋 显然这一切都是一种象征 但究竟象征什么呢 考古人员在灵杖后边 发现了一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 箱中装满了瓷器 初看起来 这些瓷器不过是晚叠以来的生活用具 但仔细端详 发现这些瓷器的颜色非同一般 《物章碑》里记载的很清楚 就是有最重要就是这三个字 瓷密色 瓷密色呢实际上就是密色瓷 中国唐代一些著名文人 曾用华美的诗词描写密色瓷 他们形容这种瓷器 就像薄冰拖着青云 嫩河盛着露水 但由于绍制工艺早已失传 现代人从未见过真正的密色瓷 这种瓷器成了千古之谜 为什么叫密色瓷呢 这个说法也不一意 过去这个五代那个 这个诗国春秋呢 他的解释呢就是说 那时候主要说是密色 好像是这个颜色 主要是叫宫廷使用 密而不宣 但是咱们现在考证了 它不是这样 为什么叫密色 主要是南方有一种草 叫密草叫碧草 这种草是吧 这个词里呢 就是仿造它的这么样一个颜色 中国人烧制陶瓷的历史 已有几千年 在唐代 陶瓷的烧制工艺 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不仅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唐三彩 而且有了晶莹润泽的青瓷 而密色瓷就是青瓷中的顶级之作 密色瓷的烧制工艺非常复杂 每一件成词都是真品 在当时比金银还贵重 只能作为贡品献给皇室 法门寺帝宫出土的这些密色瓷器 不仅揭开了千古之谜 也让今天的人们有幸看到当年只有皇帝才可享用的瓷包 相比之下 古代中国人并不擅长制作玻璃 但在法门寺地宫中市 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二十件玻璃制品 在煤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前 玻璃制品几乎可以与珠宝钻石等价 而在当时只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才掌握精湛的玻璃烧制工艺 因此考古专家相信 这些玻璃制品来自异域 这种玻璃器上的纹饰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 课文玻璃在伊斯兰早期十分流行 但像这样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整件器皿 却极为罕见 这个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发现最早的伊斯兰右踩玻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 西安在那时被称作长安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仪式 迎接远方的来客 从这幅唐代壁画中就可以看到 当时朝廷给外国人很高的礼遇 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史杰、汇聚长安城 他们带来了异域的文化 也传播了大唐的文明 地宫中的一切似乎都与佛祖有关 与密色词、流离器和这些智茶的器具在一起的 还有这尊通体挂满珍珠阴落的流金菩萨 他被小心地放在一个箱子里 菩萨高耸的发迹 富丽的投冠 显得无上尊贵 他手捧象征纯洁的荷叶 荷叶上拖着刻有祈愿文字的银匾 在名文中他被称为捧真身菩萨 难道他真的捧过那个神奇而又神秘的佛祖真身 地宫内的挖掘已接近尾声 只剩下前世的阿玉王塔 中世的汉白玉灵杖和后世的一个用丝绸包着的大包裹没有打开 考古人远开始小心地解开这个包裹 光彩夺目的宝寒露了出来 宝寒一层套着一层 最外面是檀香木的 已经朽了 接下来是金、银、玉、珍珠象嵌的各种宝寒 一共套了八层 最里面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纯金四门小塔 我把那个宝珠顶的丹岩四门纯金塔动了一下 我发现它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我就把那个盖子揭开 揭开以后就在那个塔座上面 有个银柱 银柱上面套了一个白色的一个管子 这下大家全都愣了 这什么 这是我脑子里面就反映 我就那个真身自闻塔上面说 是这个佛字涉猎 是高一寸二分 这个上旗下着 就上面是整齐的 底下是有弯曲的 上旗下着 高下不等 二胶有门 门并不测 色白如玉少清 就它白颜色的玉 但是稍微发点清 然后是随些方大 中游隐积 我一看完全和字文上说的一样 我就是啊不得了 我说佛字涉猎发现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 此时是1987年5月5日凌晨一点 在古老的东方立法上 恰好是佛诞生的时刻 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 在古籍中记载 信徒心里膜拜的佛字舍利 真的在法门寺地宫出现了 然而人们激动过后仔细鉴定 发现这枚舍利是预制的 难道真身舍利并不存在 就在人们有些失望的离去前 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 一间清理空的地宫后室 有一个角落 有片松动的浮土 他们把开图 一个密刊显露出来 密刊中有个不大的包裹 里面是一个秀极斑斑的铁寒 如此普通的铁寒 为什么要藏得这样隐秘呢 打开铁寒 里面又是一层套一层 银寒内是檀香木寒 木寒里有一只镶嵌着 硕大宝石的水晶棺果 最里面是洁白的小鱁寒 一枚佛纸 紧静地躺在鱁寒里 这枚古致的舍利 毫无疑问 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 释迦牟尼真身之骨 接下来 人们从汉白玉灵杖和阿玉王塔中 又发现了两枚玉制的佛骨 尽管当时人们还弄不清地躬中 为什么会有一股三玉四枚佛纸设立 但佛纸的发现 让人们激动万分 同时也震惊了整个佛教界 据史料记载吧 世界只有一枚 只有一枚之骨 就是咱们坊子这个之骨 一道抑制佛教的法令 佛舍利难逃被毁的命运 它又是怎样流传至今的呢 起立的珍宝之上 雕刻着让世人难懂的图案 我们能否破解远古之谜呢 系列节目 大发现之法门地宫的秘密 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地宫中的所有珍宝 都找到了他们的意义 原来一切高贵与奢华 都是为了供奉这个居士无双的佛之设立 而随着地宫中一个又一个秘密 被考古人员发现 一个久远年代真实的图景 也陷入在人们面前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 是在东汉王朝 也就是公元一世纪 但直到唐代 这以外来的宗教 才发展到了定生时期 在当时 不仅平民百姓 把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交付给佛陀 就连皇帝也把政权的稳固 国家的兴衰 寄予佛的保佑 正是在皇帝的支持下 唐朝僧人玄奘 独自步行几万公里 经过十五年的历险与其余 从印度取回了大批佛教经典 当佛教在他的故乡印度逐渐衰微时 却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 同时他也滋养了中国的诗歌 音乐 绘画 雕塑 建筑 小说 甚至语言 事实上 在唐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 先后有六位皇帝迎奉过佛谷 每一次开启法门寺地宫 都会引起人们理性的晕眩 和情感的痴狂 不仅皇帝寄进天下的奢华 清奉心爱的珍宝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也出动贵营 施舍财物 不惜倾家荡产 然而唐代帝十五位皇帝唐武宗 却不喜欢佛教 他上台后 颁布法令 抑制佛教 并要毁灭佛谷 公元841年到845年 连续进行了五年的灭佛运动 法门寺当时受破坏罪重 这个石碑上记载 就是寄宫有个石碑 记载就是要把舍利 要叫到武宗的当面 要当劍碾碎 在这个时候 法门寺的活上莫照生命危险 把舍利保留下来 给搞了一个复制的 把黄祭搪塞过去 法门寺底宫中的四枚佛纸设立 与这一说法吻合起来 一枚真身佛纸是灵骨 三枚玉制佛纸是银骨 银骨既是保护真身的复制品 又是真身的影像 就像有人把它们比作 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影子一样 能分虚实 但不分真假 尽管唐武宗灭佛运动 很快就在皇权的转移中停止了 但此时的唐王朝 已经开始从盛世走向衰落 唐代第十七位皇帝唐仪宗 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即将倾他的大唐王朝 于公元873年 最后一次从法门寺地宫中请出佛谷 迎到长安的皇宫中供奉 但礼佛议事还没有结束 这位皇帝就突然去世了 继位的皇帝只有十二岁 也就是那个辱名叫武哥的唐喜宗 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归宋火谷回法门寺 公元874年的一天 在响彻云霄的诵经声中 人们哭泣着向地宫抛洒的钱币 随着巨大的铁锁 把最后一道室门锁上 唐代持续242年的迎奉佛谷活动 连同敬献佛祖的珍宝和佛职设立本身 被永久地封闭在了地宫 直至1113年后 考古人员重新开启地宫 他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封闭式的样子 尽管这个王朝在地宫封闭三十多年后 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但他毕竟是一个充满梦幻般浪漫色彩的 王朝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王朝 那个王朝留下了无比辉煌的文明 也留下了惊世骇俗的宝物 其中就有那枚由多位皇帝亲自迎奉摩拜的佛职骨 在地宫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的佛职设立重新灭世后 引起佛教徒的极度兴奋 2002年春天 真身佛职设立被引寝到台湾 接受台湾佛教界和信中的供奉摊养 千年等待 等的是姻缘 也许如此隆重的仪式 如此虔诚的朝拜 注定要在今天出现 佛的世界充满玄机 当法门寺地宫中的珍宝 终于被转移到精心修建的博物馆展厅时 人们却发现 还有更多的谜团没有破解 用大理石器的地宫 为什么全部涂成了神秘的黑色 为什么法器上凡有空隙的地方 都刻着各种菩萨像 为什么这些菩萨像 跟一般佛教寺庙中的不一样 所有珍宝的摆放 似乎是有秩序的 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 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呢 它有秩序 但是是什么内涵 我们当时说不清楚 自能归结为说 这里有一个记忆下 绝无仅有的礼佛证用 就像所有的宗教 都有不同派别一样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 也产生了许多派别 密宗就是其中之一 充满神秘色彩的密宗 有着神秘的教义 神秘的仪归和神秘的传承 藏族人信封的喇嘛教 是密宗的一支 而唐代风靡皇家的唐密 是密宗的另一支 今天 藏密仍有着众多的信徒 而唐密却除了传播到日本 韩国一两之外 在中国内地 已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一种文化突然断层 这是人类社会的遗憾 然而法门寺地宫考古的继续 确实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唐密 重新被人们发现 宗教是人类对宇宙万物的另一种认识 佛教密宗有着博大精深的毅力 有着严密完整的对世界的解释 今天 专家们仍在工作 仍在发现新的秘密 然而 要完全破解法门寺地宫中的秘密 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更深的思考 在地宫的秘密一层层被揭开的同时 那些唐朝留下的奇珍异宝 也一件件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不仅感叹唐朝工匠的才华 更是为昔日的繁荣和文明而骄傲 专家们对法门寺地宫的思考和研究 我想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揭秘 更是对一种文明的传承 本节目由红云红河集团特约播映 这是一个隐藏在山洞里的秘密 一次偶然的爆破 结果石破天惊 揭秘网野纷争的无奈 展示一代诸侯的说法 系列纪录片 谜题追踪之 山洞里的宫殿 经典人文地理 下期 一个埋藏千年的地宫 有着怎样的玄机 佛祖真身舍利 是否真的存在 能否一睹舍利的真言 穿越时间的阻隔 探秘充满悬疑的法门地宫 系列节目 大发现之法门地宫的秘密 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 说到佛舍利 我们心中就有无数的疑问 究竟什么是佛舍利 佛舍利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 电影小说中那些 为争夺或保护佛舍利 不惜生命的人 给佛舍利蒙上了 更为神秘的面纱 让人感觉到佛舍利 并非一般宝物 佛舍利作为佛门圣物 镇寺之宝 在陕西西安的法门寺地宫出现 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和大家一起 深入法门寺地宫 寻找佛舍利 探索地宫的秘密 1981年秋季里的一天 暴风雨侵袭了中国陕西的关中平原 一座佛塔在暴雨中 轰然倒塌半边 塔内所藏的佛经 佛像纷纷跌落地面 僧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 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 这座佛塔的倒塌 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埋藏千年的秘密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西安 曾是中国历史上11个王朝的国度 如今在他的郊区 布满了这些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遗址和地方陵墓 包括文明渝室的秦始皇兵马俑 法门寺也是其中的古迹之一 它在西安西边110公里的浮丰县内 关于这座佛教寺院的最早记录 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代 但民间传说中的法门寺 却源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佛教诞生在古印度 创始人释迦牟尼曾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 29岁时舍弃奢华的生活出家修行 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 雇出了人生的真谛 创立了佛教 被尊为佛祖 公元前486年 80岁的释迦牟尼 在北部印度一个树林中去世 弟子们哭泣着将他的尸体焚化 焚化后的尸骨结晶体 和胃烧金的遗骨被称作舍利 由他的亲属和弟子们 作为圣物收藏起来 史加姆尼死后250多年 古印度一位伟大的国王阿玉王 统一了部族纷争的印度 这位晚年皈依佛门的国王 为了传播佛教 将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来 重新焚成若干粉 送往世界各地 建塔供奉 据说 这些舍利的一部分传到了中国 中国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 而法门斯塔就是其中的一个 法门斯塔的倒塌 让当地的僧俗民众被干哀伤 因为在他们中间 世代流传着法门斯塔下 埋着佛祖真身舍利的传说 1987年春天 人们开始对法门斯塔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人远很快清理出明代的塔基 并在明代塔基中 又发现了唐代的塔基 在进一步对唐代塔基进行探却时 人们似乎有些紧张 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的地宫 与佛职设立真的存在吗 如果存在 是不是还保存完好 有没有遭到盗贼的侵犯呢 韩金科当时任浮丰县文化局长 是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之一 他最先发现了佛塔下的秘密 87年2月27号 我们对这个塔基进行发掘 打了一个十字太坊 到4月2日 洛阳才打到石板上了 饶头薄了以后 露出了一米建方的一个大理石盖 西北礁我们有碎石啊 三块碎石 人们把碎石抛开 一个地洞显露出来 这个时候没有塔无遮无盖 就是时间多啊 太阳直射下去以后啊 几下是云雾缭绕 看起来很神秘很壮观 在云雾缭绕的几下 就是金碧辉煌的经营器 尽管当时还不清楚地洞下面是什么 但人们知道 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即将诞生了 考古人员迅速掩埋好东口 然后按科学的程序 在塔基的正南面 找到了进入地洞的通道 在挖掘出19级青石台阶后 一道石门显露出来 石门上刻着神秘的符号 这些符号并不是古印度的凡文 甚至不是任何一种人类了解的文字 直到今天 人们也没能破解他们的含义 也许它是抵御入侵者的 有神力的咒语 陶古人员并没有因为咒语停止探寻 他们巧妙地打开了石门上 一把秀式的铁锁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知道 这一把锁已经锁了1113年 第一道石门后面是长长的永道 永道的地面铺了一层浩浩的钱币 总数大约有2万枚 其中13枚用带帽制成的纪念笔 是中国钱币考古的首次发现 涌到尽头又是一道石门 石门前立着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 这块碑上的文字 记载着从阿裕王分宋设立于法门寺供奉 到中国历朝 特别是唐朝皇帝 供养佛制设立的盛况 而这块碑上详细记录着 为供奉佛制设立捐献物品的名称 数量 以及奉献者的性命 两块石碑告诉人们 那个神秘的佛制设立和无数珍宝是存在的 然而 他们是在这座地宫中吗 石碑后面的这道石门很难开启 因为里面的建筑已经变形 破败不堪的洞内 隐藏着奢华精致的皇家物品 他们究竟是属于谁呢 相传属于佛祖施加摩尼的手杖 却为何出现在这里呢